各式各样造型独特的一格车 光庸看得就令人觉得惊奇 这些一格车不仅展现出 门南文化的精髓 同时更连续三年获得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的 一格比赛冠军 而正因如此也让 主委社区发展协会 决定打造一格村 主委社区参加104年的 文化局的一格比赛 在104年到107年 四年当中 我们得到了三年的冠军 三年霸的冠军 所以我们的礼监事会议就说 是不是可以把一格 变成我们主委给人家参观的 一个特色 也慢慢的可以变成 我们的产业 所以我们就召集我们的 里民来共同商讨 所以将这些画面 呈现在我们的墙壁上面 变成我们一格的特色 在这里面 位在主委福海宫旁的小巷弄 入口处设置了一面一格村的看牌 而走进一格村 墙面上全都是主委社区发展协会 所设计的一格彩绘 其中主委社区发展协会 还将猫与一格彩绘结合 并画出专属于主委一格村的一格猫像 一格是闽南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艺术 它里面包含着彩色 还有灯光 还有手作等等 将地方的特色呈现在一格上面 我们都是以猫的呈现 我们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一格结合猫 变成一个猫像 每一个人到主委来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来参观 而且可以了解什么叫做一格 主委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保存传统闽南文化 并推广一格技艺 除了参与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举办的一格比赛 另外也透过打造主委一格村 不仅让一格成为主委社区的特色 同时也希望要让闽南文化 长存在居民的心中 记者王中军谈报道